4月24日下午 小米在印度举办新闻发布会 正式推出红米系列新机 红米Y3 价格方面 红米Y3 3GB加32GB 售价是9999印度卢比 约合人民币是960元 4GB加64GB 售价版本是11999印度卢比 约合人民币1150元 红米Y3主打自拍 它的前置3200万摄像头 这是红米首款前置3200万像素的智能手机 官方介绍红米Y3 支持AI美颜4.0和AI人像模式 可智能识别 被设置的年龄性别面部特征 给出针对性的演员方案 为你呈现前人前面之美 更重要的是在暗光环境自开时 红米Y3 3200万像素会聚合1.65U米的大像素 捕捉更多的面部细节 夜间自拍更毫无压力 核心配置上 红米Y3强过了6.3英寸的水击屏 辨率为1520×720 搭载高通骁龙632处理器 后置1200万加200万AI双摄 其中1200万主上头单位销售面具是1.25U米 支持AI场景视别 电阻量是4000毫安 最后是发昼时间 赶紧将于4月3时在印竹开办 鸿蜜Y3图上 OK